嗯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gbd winmini的视频 那winmini的话 我到手上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 那在 一外一个月的时间里呢 我感觉到 有些东西要需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在分享之前呢 我要说一下这台 我最喜欢的那个gbd win2 那这台的话是我当时在京东上 预定的第二批的一个win2 我一直跟别人的开玩笑说 它是我的赛国核桃 因为 我喜欢放随身放在身边 经常盘打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痕迹 都是我 这些年盘下来的这个痕迹 那也导致它的一个电池不禁用 最近这段时间呢 整个电池没有办法使用了 所以 我找人进行了一个更换 同时呢 也改了它的三转 它这个 玩起来会更加稳定一点 那说完这个win2的话 那我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我这个 winmini 那winmini的话 我个人感觉有很多 我觉得 给我感觉更加舒服的地方 也有感觉不变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一台机器的话 其实对比那个win win2的话 其实是大上了一整圈的 你包括这个下dbs 包括这个屏幕也好 是大了一整圈的 那感觉上来说 gpd winmini的这个屏幕明显是要比这个win2更加好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毕竟已经这么多年了 那么在这个好的一个方面呢 就是除了这个屏幕以外 就是它的一个处理器 g840有 那它的性能 相信大家已经 不需要我多说了 它的性能其实是相对比较够用的 那说的这个好的地方的话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这个触控板 有人说比较激烈啊 那对我来说 其实是比较好用的 因为 gpd winmini 呃 它完全根据gpd win2来说 其实它并不是gpd win2的一个升级版本 对我来说 因为它的一个操作逻辑 一旦增加了这个触控板之后 就跟它不一样了 明明的话 你要使用这个指针的话 你只能使用摇杆进行虚拟指针的一个操作 那你有的时候需要那个相对精准的点击的话 你可能你可能要需要把它拿起来 进行移动 然后再用左右键进行一个点击操作 但是在winmini上面根本不需要再拿起来 你放在桌面上就可以比较优雅的进行一个操作 虽然说有人觉得这个很鸡肋 但我觉得在我 放在桌上进行浏览网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用的 那啊 除了这一点的话 就是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个人感觉就是不太舒服的地方 那首先一点的话win2的话 这台机器就是整体的一个小巧导致什么 它的一个手感其实是特别好的 因为你在抓握的时候 它比较小巧 你的整个手掌几乎可以 包住它的这个两边 包括这个底 那你的一个大鱼肌和一个小鱼肌 几乎顶着它的一个底 那你就感觉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弧度 感觉很舒服 就是你在操作的时候会感觉就是像 近似于握着一个手柄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在玩win2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它的一个整个一个底边特别长 你这个手掌 它整个手掌没有办法顶住这个下面 就导致你在操作的时候 其实下面它还是有一定的重量的 就整个一个重量感觉分配的不是很均匀 然后我也包不住它 就是整个手感就相对来说比较 比较糟糕一点 那我也买了它的一个这个手柄手柄的一个配件 但是它装配起来非常不方便 需要用那个后面的这个螺丝进行固定 那它这样的话就导致它的那个包没有办法使用 而这一点我也比较感觉上是比较 比较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 那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因为刚才说的 他没有办法就是用大鱼肌和小鱼肌顶住这个下面嘛 那操作的时候没有办法顶住 就导致你在躺着玩的时候 就很容易就是有往下坠 就有这种感觉 你一般来说能抓得稳 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还是有这种风险 那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还有它的一个操作区域 其实是固定在这个这一块条件区域里面 就导致什么 你在按按那个start和select这两个按键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按到这个下面去 就下一期会按到下面 因为它比较大嘛 它这个地方不太好按 就导致我要按start的时候 经常会按到这两个截图结 那以前我玩steam不太喜欢这个截图 但是现在我的这个图库里面都是这个steam的一个截图 那可能这个跟个人的操作习惯有关系 那7840U的这个性能的话 相信大家也不需要我多说 因为 玩了这么多 大家都知道7840U的一个性能 那对比Win mini的话Win4它的散热会更加好一点 但是我还是更加喜欢拿这个Win mini出来玩 因为 Win mini的话它的一个键盘 其实有的时候玩游戏的话 相对来说会更加有用一点 但Win4的话你需要 这样弹出来 而且你在按当中的按键的时候 你看我整个手掌要这样操作才能按到中间的按键 但是 Win mini不用 就是你握着它 你就基本上整个一个键盘里面的按钮 你都能按到 那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有些同学想问这个Win4是不是值得去换这个Win mini的话 我觉得Win4的话是 更加像是一台掌机 而Win1的话是其实是介于掌机和电脑之间的一个 一个设备 那如果说你只是单纯想要一个游戏 而且要有一个 相对性能比较好的一个游戏的话 那我还是觉得Win4其实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虽然它的手感上面 相对偏重一点 但其实差不太多 然后的话 它的一个续航要比这个Win mini相对来说好一点 那其实大差不差 那Win mini的话其实比较适合一个兼顾 兼顾一些网页浏览啊 包括一些小的这种 就是你在路上要进行一些小的这种编辑啊 剪辑啊 这一方面的一个操作 那你可能 适合这个 但是其实你编辑包括你的一些 视频处理啊 包括你的照片处理啊 你还是得到大的电脑上面 所以它只是一个应急的 并不是你买这台机器的必要理由